欢迎收听议事携军第五百七十七回 经过了一番缜密的疗伤 千寻呢已经从红军塔中出来了 这一天他们走到了一个大市镇 镇上最大的酒楼就是凤西楼 至于这座镇子呢则是叫做凤一镇 金墨鞋和千寻走进去的时候 只剩下大厅中一张桌子还空着 大厅之中其中超过半数以上的人都是跨刀配件 一身的江湖豪客的塔半 金墨鞋一眼看去不又吃了一惊啊 这些人呢其中居然还有几个天寻高手 由我们一扫之下起码看到三四人 天玄这个层次的人物对于现在的君大少爷来说 早已经啊算不得什么了 甚至于呢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但是在这世俗之间天玄却至少也是一方豪雄 能够见到天玄强者扎堆的事情实在不多 甚至可以说是极为罕见的 但是如今就在这一个地理位置较为偏僻 占地也不是很大的小镇上 居然有三四位明显呢不是一家的天玄选者 在同一个酒楼之中吃饭 而且啊彼此还能相安无事 人人都很安静 这些家伙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老实了呀 金墨鞋跟千玄两个人缓缓坐下 立即呢就由小二上前来打招呼 哎这位公子 夫人 请问二位可带有请柬 请柬 什么请柬啊 相较于诧异的君大少爷 一边的千玄早已经被小二的那一声夫人 叫了个脸颊痛红 哎哟公子既然没有请柬 那就请公子点菜吧 小二得到了否定的答复 并没有任何的怠慢 仍自殷勤的答话 拱了拱身呢递上了菜谱 不过君大少爷显然是更诧异的 这是什么话呀 没有请柬就请点菜 那难道说有那个请柬 哦就不用点菜了 我说小二还有没有清准一些的雅座啊 哎哟这 抱歉了这位公子 小店呢实在是没有雅座了 算了就在这儿吧 千玄低声的说道 也好 金墨鞋随便点了几个清淡的小菜 应付宫是一般的点了一壶酒 殿下二撇了撇嘴拿着菜单子走了 真没有想到名动天下的鞋职君主 君墨鞋君大少爷 居然呢被一个酒店的小二鄙视了一顿 司马保主 哎哟没想到您也来了 我们正好好的结伴同行啊 在座之中 先后有好几个人站了起来 和一个人打着招呼 那位司马保主微微一笑点了点头 司马保主就不愧是司马保主啊 看看看看 人家的情节竟然是子童的 哎呀 真正是让兄弟们羡慕啊 司马保主紫色的脸上流淌出了一股难以言语的 得意的神情 却抱了抱全说 呵呵呵 哪里哪里 这只不过是君主大人给面子 其实呢司马某人又哪里配得起这块子童的情节呢 哎呀 客气客气 司马保主当真是太客气了 君主大人又岂会发错情节呢 司马保主首长子童 那是理所应当啊 呵呵呵 各位好说好说 陪同 司马保主一到进来的 有一名年轻的女郎 自从进来之后啊 就始终都没有开口说话 眼睛呢 却死死的盯在了千寻的衣裙上面 满脸的恋恋不舍 似乎呢 要用眼珠子将千寻的这套衣服吞下去一样 不得不说呀 时装对于任何一个朝代 任何一个地区国家的女人来说 都是难以抵挡的这大的诱惑 尤其是千寻现在穿的这件长裙 通体翠绿 让人一看呢 就油然升起了赏心悦目之感 典雅 却又不失大方 端庄 这衣服的饰样 看着很普通 但是仔细看个一眼之后 就会让人沉迷进里面 在刚进来的时候 四望宝主还真的没有发现 也没有想到在这等几乎可以说是偏僻的所在 居然呢 会遇到如此罕见的美女 再看这两个人 虽然一是华贵 既不凡 但却都是少男少女 不要心中一动 心到看来应该是哪一家王公大臣的公子小姐之类 又或者说呀 是一对小夫妻呢 一起出游吧 不过 你自己天旋巅峰的修为 在这方圆数千里 却当真的 没有什么人是自己惹不起的 这位公子 在下司马上 这箱有礼了 司马宝主 甚是惊奇的抱了抱拳 脸上有一种 我跟你说话 那是给你天大面子的神情 啊 司马宝主 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啊 司马宝主 看到了金墨鞋这个样子 心里边 很有一些不舒服 哼 我看公子气不凡 所以生出了结识之意 这不知公子手中可有勤俭吗 勤俭 没有 那玩意儿一定要有吧 哼 原来是没有勤俭的 司马上顿时 一下子就放心了 既然说没有勤俭 貌似 连勤俭代表的意义 都不清楚 那就肯定不是什么大人物了嘛 最起码的肯定不是什么大人物的后代 那本大爷可就真正的无所顾忌了 环口小辈 竟敢如此跟你司马大爷说话 没有情节 没有情节你还敢在大爷面前装得跟个人似的 我问你 你那魂家身上的衣服老子看上了 让他给老子脱下来 现在就脱 司马上这句话就人出口啊 整个大厅的顿时是鸦雀无声 不是这句话有点太过分了吧 这大厅广众之下 就要扒人衣服 君墨鞋的脸上顿时照上了一层纱气 你确定你刚才说的话吗 怎么着 小白脸 你也还有意见吗 君墨鞋轻轻的笑了起来 你这个人竟然让一个姑娘 在大厅广众之下脱衣服 我今天可真的是开了眼界了呀 司马上呢 冷眼一横 怎么着啊 阁下之言是要教我如何行事吗 哎呀 我说 司马保主啊 这个不大好吧 您看 若是让君主大人知道了 哎呀 他会不高兴的 尤其是在君主大人 祝贺开府 这个半途上 要是横生是非 哎呀 您说 旁边的天神高手 立刻劝道 骑 君主大人乃是何等人物啊 起婚在于这等微末小事 君墨鞋一阵冷笑 阁下既然想要我的女人脱衣服 那你还等什么 过来吧 君大少爷仍自保持端坐的姿态 突兀的右手一张 一股绝大的犀利 骤然显现 而这股犀利啊 虽然强大 却致为集中 目标呢 只锁定了司马上一个人 即便是在司马上旁边 近在咫尺之人 也没有感应到一丝风声 中目睽睽之下 这位先前还在耀武扬威自名不凡的天神高手司马上 竟全无抗衡余地的被凌空射起 缓缓的向着君墨鞋这边飘了过来 司马上的脸上啊 众人生起了极度的惊恐之色 但是呢 却连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君墨鞋那以日日争丸尽的极限的空间禁锢 让他不用说话 那身的汗毛啊 都是威力 众人都骇然变色 看着君墨鞋悄悄地扬起的右手 再看了看 司马上在空中 缓缓飞行 却不由自主的身体 不由得人人都感觉到 如同做梦一般 灵工设物 而且目标呢 是一位天旋巅峰强者的身体 这得是何等的深战的修为啊 这份修为早已经超过了在场众人的认知 简直那连听都不曾听闻的神迹 行家一出手 就知有没有 身在局中的司马尚心中明白 这一下子算是碰到铁板了 在自己得意洋洋的时候 却被对方一下子制住了 而且啊 全无还手的余力 虽然说尚不了解 对方施展的到底是什么手段 但是这样的人物 绝对不是自己所能招惹的 只是他心下 虽然说已经极为的恐慌了 却还自是有啊 王牌在手 笃定对方呢 不会贸然伤害自己 因为自己身上 携带着 邪之君主发出的情节 紫色情节 环顾当今之事 实在难有几个人 敢违逆那位传说中的 邪之君主 这个小白脸儿 净然了得 实力也自是高深莫测 但哪怕 他是三大圣地的人 却也仍然未必敢招惹 如日中天的邪之君主 司马上的身子 缓缓地飘过横跟在他们之间的三张桌子 再去墨鞋 两个人落坐在桌子前面的落下了 双脚刚刚着地 司马上就感觉到了 自己已经瞬间恢复了活动的能力 显然呢 是对方已经解除了之前的 那股诡异的控制能力 现在 这位号称金口御员的司马堡主 给我跪下 即刻就跪 司马上啊 只觉得才恢复了自如的身体 又如山岳一般的力量啊 夹在了身上 他全无半点抗拒之能 扑通一声 直挺挺地跪倒在了桌子前面 现在 你告诉我 你还要不要我的女人 为你脱衣服呀 金墨鞋伸出了一只脚 用脚尖勾着司马上的下巴 将他的脸抬了起来 鞋面呢 在他脸上轻轻地拍了两下 发出了两声清脆的响声 一脸冰冷的杀鸡之中啊 带着些许的戏血 缓缓地问道 这是侮辱 绝对的侮辱啊 但是 在场所有的人 都不觉得有通物 对方拥有如此惊天的手段 对胆敢侮辱自己 女眷的司马上 岂能客气 这样 一定有些宽大的 刚才 刚才是在下 这 这永远不是泰山 口出狂言 他杀人不过头点地 难道阁下当真敢动手杀我吗 司马上 脸色惨白 头上冷汗之帽 但却仍然抓住了 自己锦鱼的那根救命稻草 勉力地死撑 哼 直到此刻 你居然还笃定 我不敢杀你 我真不知道 你的自信到底是从哪来的 从你这份胆量 我便通通快快地送你一程 黄泉路遥 一路好走 君墨鞋调了口眉毛 真正有些好笑地 看着眼前的这个司马上 在这个家 我刚才说出 要迁循脱衣服的那句话之后 君墨鞋的心中呢 已经就给他判了死刑了 君大少爷还真不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什么人是自己不敢杀的 就算对方是九游十四少 自己只要能干掉 也会即可干掉 更何况他区区一个司马上 一个比蝼蚁也强不了多少的杂碎 你敢 我卧室君主的客人 我有君主的请柬 你不能杀我 司马上啊 感觉到对方越来越浓厚的杀意 突然醒醒了对方 貌似根本就不了解请柬的含义 急忙挣扎着叫了出来 什么 君主的客人 这不知于是什么君主 竟有这么大的威势 他的客人我都杀不得 鞋之君主 我承认你确实很强 但你就是再强 能强得过鞋之君主 君墨鞋大人吗 鞋之君主 君墨鞋大人 你手中拿的 乃是鞋之君主 君墨鞋送出的请柬吗 正是 司马上啊 这个时候得意的说道 君墨鞋皱着眉 只在这第一瞬间 他就明白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 因为君墨鞋看到了那份 子童请柬了 环顾当今之事 若说最了解君墨鞋的人 那莫过于美血烟了 想必是美血烟 带着那些灵脉碎片 回到天华之后 使天华内中的所有的人 尽都提升了相当的实力 而美血烟呢 也已经确认 君家客下所掌握的实力 已经足以应付一切的变故 若是再继续默默无闻 养精蓄锐 实在是有些暴挺天物 有些浪费了 最重要的是 现在已经来到 夺天之战之前的关键时刻 现在开府正是绝好时机 让三大圣地吃一个巨大的哑巴亏 还有不敢有任何的动作 甚至于呢 要赔出笑脸 讨好君家 而另外的一个原因还在于 金墨鞋现在身在幻府之中 幻府既为一方之雄 情报网何其强大 怎么会不怀疑金墨鞋的身份来历呢 如何会不调查 但若是外面鞋之君主 如此高调的弄出这么一出开府之事的话 那么 无论在幻府内中的金墨鞋身上 有多少的疑点 应该呢 都不至于怀疑 墨君业居然会是 金墨鞋 但是 除去君墨鞋之外 实在呢 也没有别人会有君墨鞋那般 鬼神莫测的手段 既然邪之君主 现在正在玄玄大陆 大张旗鼓地准备开府大典事宜 又怎么会出现到幻府之中呢 这正是为君墨鞋顺利进行潜伏行动而做的 最大力度的掩护 还有整个天伐森林 增加底细之中 貌似啊 也就只有 梅血烟一个人 有这样的担当魄力 也只有他 够资格代替金墨鞋呢 行使一切事宜 好吧 就看在邪府开宗在即 我卖一个面子 你刚才也说了杀人不过头点地 那就好 跪倒了 给我娘子磕上九个响头 再说 九成你错了 你就可以滚蛋了 我 我错了 司马上还强硬了起来 你如今已经得罪了邪之君主他老人家 即将还想让我给你磕头 今天你若是好好地放我离去 那也就罢了 如若不然 哼 他大手一指 就算你能杀我灭口 但这里的这些人 尽都是要求为君主大人祝贺的 到时候若是君主大人知道了你的作为 曾经如此为难他的客人 甚至杀人害命 小子 你可以想想你会有什么结果 你或者实力不俗 但是你能强得过三大圣地吗 司马上 现在的要求明显啊 已经降低了许多 他也已经看出来 对面这个人呢 自己是万万惹不起的 更不敢要小美人了 只要求自己能够平平安安 体体面面的离开 也就是了 此地始终是自己的老巢 若是当真向一个女子下跪磕头 哀声求告 当真呢 就再无颜面立足了 这个时候 一旁的蛇王终于忍不住笑出声了 司法宝者 您可知道您今天呢 能捡一条命 已经是何等的幸运之事了 居然还想要什么体面 或本意打算 尤其最终不出一声不发一言 可您实在是 不管是什么人 在挟着君主 掏了人家的金面之前 都要给个体面 你们虽然说玄公高强 远远高于在下 但是 在挟着君主的眼中 你们 什么都不是 一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义士邪君 第578回 谢谢大家